我刘慕雄对2017年普选 是抱着非常悲估的态度 我很担心香港社会会撕裂 对抗会加剧 因为按照乔老爷 他们的扣司 或者建制派 或者港府到头来提出 按照现在所说 又要筛选又说要预选 有种政治取向 不让某些人入习 如果由一个反对派的 头面人物当选特首的话 是会有尴尬的状况 所谓尴尬的意思 你做特首的 是要对两样负责 一个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一个是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这是基本法里面的规定 他觉得反对派 是跟中央人民政府对着干的 如果你做特首的话 又何以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具体去宣判 某一个人不是爱国爱港 但是法律上依据何在 我觉得这种所谓预选的东西 根本就是浅见 反过来 现在泛民在立法会里面 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数 根据五部曲的第三条来说 政改方案是要得到 立法会三分之以上的人通过 才可以 按照现在建制派的构思 泛民一定会否决 好了 到了2017的时候来说 被泛民视为假普选的方案又否决 但是泛民认为真普选的方案 在立法会又通不过 到头来说 会原地踏步 照2012那个模式 香港人就会更加反感 到头来 没有普选就有对抗 整个社会劫数难逃